今天做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一个玩具车 有一个LED灯棒 还有一个闪光灯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就是闪光灯和常亮灯源之间的一个匹配的工作 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主要是两个发光的特性和特质 我们在开头就做一个很快的讲解 比方说这样常亮灯源你通电之后 那么它会进行一个持续的发光 差一点灯源可能它还有一个平闪的问题 但是一般现在我们能买到的LED灯源 都是没有平闪的问题的 那你就可以理解成它是无线的一个 一直亮着的一个光源 这个是LED的一个特性 其次就是像这样子的闪光灯 它一般是采用这样子的一个这种灯管的形式进行驱动 然后它有里面的高压电源顺发进行一个闪光 有的时候是通过这样子底上的底座和相机之间连接 然后实现一个直接的影闪 还有的情况就是比方说像这种比较入门级的 它会直接通过一个小的影闪器也可以无线影闪 那么相机给一个信号 它们同步的时候进行一个接收 相机在曝光的过程中 它闪一下 然后这个曝光量就被记录在你的照片里面了 那叫同步的一个影闪 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它闪光时间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我们常见的闪光灯 它的最大功率大概也就是1000分之秒的时间 如果是功率下降 可能时间还会有一定的缩短 但是它们会通过一定的技术传播就是同步好 在你曝光的时间内进行闪光 大家好 我是七叔 一个摄像二者 也是一个商业摄影师 欢迎回到我的摄影频道 那么今天主要是和大家来分享 这个闪光灯和常亮灯源之间的一个匹配的话题 那也是很多效果万必要纠结的 比方说你拍摄一些带灯光的道具玩具 或者说一些产品的时候 就会遇到你要同时呢 把产品打亮的情况下呢 还要把这个灯光也去保证到 然后很多的教程也会跟你讲 这个要叠加要怎么样很复杂 其实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复杂 我有一套比较简单的这个逻辑 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然后给他讲一些实操的案例 那首先我们要去理解就是常亮光源的话 就是我们相机上基本上你无论怎么设置 就是你预览下面拍摄出来是什么画面 那就是什么画面 那像闪光灯的话呢 你需要去估算结合它的柔光附件 结合它的环境 结合照明的地方 那你要估算出它的一个照明的效果 所以说呢你这个拍摄的过程中 你其实是没法看到一个直接的结果的 我如果用闪光灯直接去闪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个灯光给压丢掉 那我就看不到这些小灯光的这种效果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拍摄不仅要照亮产品 同时也让上面的这些LED啊 包括是屏幕发光 来展现出它本身产品的特质 以及是那种光线的氛围 但是如果说你用现场的这个环境的灯光呢 你又没法把产品拍出质感 因为你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统一的光源 来模拟阳光啊 或者说模拟出一个比较均衡的光线 让产品的质感更好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方便的手法 就是带闪光灯 加上一些柔光附件在一些现场进行拍摄 因为闪光灯可以提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功率 同时呢 它体积又比较小巧 而且也比较方便 那种常亮的光源 我比方说演播厅里面用的这种呢 带出去可能会麻烦一点 那如果说你是常亮光源 你只要去调节它们两个之间的亮度的比例 其实就容易很好地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拍摄 那也比较简单 但是呢就是这样子光源带出去比较麻烦 如果说你的常亮光源想和这些小灯去匹配的话 那大体上说这个亮度可能就要达到三四百瓦以上 那这样的亮度你携带出去肯定是会有一定难度的 它需要接线等等种种的情况 但是这样子无线影闪的闪光灯会比较的方便 那这也是一款非常清楚的闪光灯 是来自神牛的TT5022代 应该是老款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更新 很基础的有一个这样频道对接的功能 可以实现无线的影闪 那我会把它装在一个这样子的柔光罩或伞里面 放在旁边作为主灯来照亮这个环境 就像我现在这个常亮灯一样的效果 那我们拍摄的过程中 我们去想象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相机开始曝光的时候 CMOS打开来 然后环境里面的自然光 慢慢的进入 慢慢的进入 然后等到同步的那一瞬间 闪光灯闪起来 有一个很强的光一瞬间照亮这个环境 进行记录 最后呢在和下快门前结束到这次拍摄 那同步迎闪就是在你快门的这个过程中 可能是125分之一秒 可能是250分之一秒 这一个时间段里面有一个点 啪还亮了一下 实现了把这个环境的照亮 也就是说你这张照片的结果呢 是常亮灯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的集成 和这个闪光灯的集成 合在一起之后才是你最后的照片 那很多小伙伴说合成的话题 那我们就跳过合成的话题 我们就在拍摄的过程中 把这个叠加的合成来完成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两点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保证它的灯光同时呢 实现一个更好的拍摄的效果 那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拍摄一些这样子的灯光的时候 会出现的问题是它的亮度不够高 那我们要考虑就是把这个闪光灯先关掉 在一个合适的曝光下 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显色 这种灯光本身它的亮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考虑的一个情况就是 在你拍摄光圈没有太大改变的一个情况下呢 去把快门速度适当的放低 这里可以放到比较离谱的低 比如说你用100毫米的镜头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把快门速度放到70 60这样低的速度 我觉得问题都不是很大 那后面告诉你为什么是可以放的比较低的 你确保这个灯光的亮度 包括是照明的这个氛围感已经出现的时候 我们再来调节闪光灯的功率 慢慢的从低到高的去增加 把这个环境重新的照亮 达到一个你觉得两个匹配比较合适的一个情况 既能通过这个闪光灯 把这个环境和产品照亮的同时呢 也可以让本身的LED灯光照出来 来展现出那种光运和氛围 这个过程中呢 你就会发现其实呢 你有点手抖啊 或者有点晃动 问题并不是很大 因为其实你在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曝光里 也就是这六十分之一秒 或者七十分之一秒里面曝光的呢 就是这里面这些光的东西呢 像你这车身本身看到的很多的细节 和这些产品的特点的地方呢 是靠这个闪光灯的千分之一秒来凝固的 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里面 如果说你没有那种非常离谱的剧烈抖动的话 它拍到画面是非常锐利的 然后里面的光源呢 是这样慢慢像光运一样运出来的 因为其实你拍摄这种灯光的时候 它多少都会有一点运染的效果 那你有一点点轻微的抖动 其实并没有那么明显 并且呢 我们在实际拍摄中还有很多的案例呢 你的这个灯光呢 并不是产品的主体 而是环境里的氛围 比方说圣诞的一些圣诞树上的灯光啊 比方说酒吧里背景的一些灯光啊 它根本都不是你拍摄的主体 那它就算是有点抖动和模糊 其实也不太明显 这个时候呢 你还可以利用闪光灯千分之一秒 这个很快的速度 你可以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是你又能捕捉到环境里 这样唯美柔美的这种酒吧氛围 你又可以让你前面的产品 实现一个高速快门的效果 也就是瞬间有水花的飞溅啊 包括是有一些撒散粉撒血粉的效果 等等这种带有动感的画面 包括是我们平时拍摄一些火焰啊 还有一些自己会发光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运用这样的逻辑 就是它常亮的光源 先给它做一个评估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保证画质的前提下 再给这个闪光灯持续的加功率 加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比例的时候 在拍摄的过程中 又保证产品是清晰的 同时呢又有这样子的灯光氛围 而且呢画质呢 也尽可能的提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那像现在相机 其实你用一下ISO400 800 甚至1600 来拍摄一些产品 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后期稍微处理一下 基本上是看不出来太大区别的 但是我们这样拍摄的效率和节奏 就可以拉得非常的快 那我相信很多小伙伴 其实在拍照的过程中呢 也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场呢 可能调不出一个参数 就会非常着急 那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号思路 那你怎么样去有节奏的进行拍摄 无论是商业的也好 还是说你一些自由发挥的也好 慢展啊 一些活动都会遇到这种LED灯源 加上这样子闪光灯的一个组合 这是非常方便的一种拍摄手法 包括是像这样子的这种灯棒 加闪光灯的组合也是可以的 它不是为了追求说 我两个颜色要去匹配 肤色匹配去打光 而是说我这个可能是一个效果光 会打亮一个东西 比方说我打亮我的这个魔法棒啊 或者说我手里面会有一个这样子光剑的效果啊 以及等等的玩法 利用这个长亮灯的这个持续时间 那通过闪光灯的瞬间凝结呢 去实现一个主体的清晰的效果 那就实现了这个长亮光和顺发光源的一个匹配 相信说到这里 很多小伙伴其实对这样的一个拍摄过程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样拍摄的样张 来让大家更好去体会 它实际上能拍摄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在你需要拍摄这样的效果的时候 你就知道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拍摄 当然很多小伙伴可能希望我说 我给一些比较具体的参数 其实这里呢 我能给到的一个比较多的参数 就是像日常这些灯源呢 它们的亮度大概就是你控制在400到800之间 然后快门在560的样子 光圈在F2.8呢 它们就会正常的有一个亮度 当然其实LED灯源也有很多种多种样的 然后你也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调节 像一些这种灯带啊 包括一些圣诞点灯里面的一些氛围灯 可能亮度呢会稍微的高一点 因为它是一个大环境的光源 那像有些玩具上的灯光可能就没有那么亮 它可能会低一点 包括是一些装饰性的这种圣诞的一些小礼物啊 它都会有自己光源的特色 甚至它本身也是可调的 以及所以你觉得它亮度不够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放一个口袋灯 或者灯放在它的附近 给它做一个单独的照明 或者说是这种灯光效果的渲染 来呈现出这种比方说比较温暖的啊 比较有光景的这种氛围 那也是这里我们去讲到两种灯光匹配的意义 像这样子的大光源呢 更多是实现一个大环境的照明 而像这样的小光源呢 更多是做一些细节轮廓的勾落 以及是一些氛围的渲染 那么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在我的主页呢 还有更多摄影器材 摄影教程 以及行业动态资讯 我是Micro17书 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哦